妈妈 卢台长师傅 你好 你好 我是想帮我妈问一下 她是五三年属蛇的 她的业障自己背 五三年属蛇的是吧 不要食物背 看身体啊 对 身体 你妈妈这一段出问题了 这里到下面 肚脂肚脐眼这里 听得懂吗 问题大吗 有一点 长东西啊 鼓掌 听得懂吗 他是去年12月份 验出来得了那个癌症 看见了吗 太大厉害了 请问如台长 他能过这一关吗 我现在看看啊 谢谢 53年啊 53年12 你妈妈现在目前来讲 这样发展下去不是太好 小弟 你要救你妈妈 要帮你妈妈念经 要烧很多小房子 听得懂吗 否则的话 你妈妈病会越来越厉害了 目前来看不是太好 我看她身体上 身体上这个癌症 已经在一点点在扩散了 已经是做了第二次发疗了 看见了吗 明白了吗 是有灵性还是怎么样 有灵性 你妈妈的 就是你爸爸的妈妈 是不是走掉了 那个婆婆 对对对 是吧 你叫你妈妈要忏悔 因为婆婆在的时候 你妈妈跟她两个人怂气啊 很厉害 那个婆婆现在在她身上 我看得出这个婆婆长得像男人的脸 就你爸爸的妈妈啦 脸是长长的 这里有两块颧骨 对 颧骨很高的 太大厉害了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她是来要她的命 婆婆来要她的命 因为你妈妈 她婆婆没走之前 你妈妈跟你爸爸讲了那些话 你以为她婆婆不知道 实际上跟儿子讲了很多话 但是现在她婆婆一离开 什么都知道 她都看得到 可以拉回来了 叫时光随道 她可以拉回来 她可以知道 当时挑拨你爸爸跟她妈妈的关系 而且她对你妈妈 对婆婆非常不好 所以她现在 她可以到下面去告状 告了状 如果阳王老爷同意 她就可以向你妈妈生 可以把你妈妈带走 所以小弟 现在这个问题 我帮你找到毛病了 最好的方法 就是赶紧叫你妈妈念 小房子 念经 要放生吗 要 放生慢慢放 放六千条 这是放生 是让她身体好起来 但是如果你的婆婆不走 她的婆婆不走 你说放了身 和身体好起来 她又把它弄坏掉 对不对 最好的方法 你要把根去除 就是要把她的婆婆 要超度的要走 那师父能帮忙加齐一下吗 要念经的 谢谢 要念经的 练几张小房子 刚刚讲了吗 没讲是吧 说的放鱼 我问问看啊 谢谢 婆婆婆脾气很大 很厉害啊 你知道她说什么 至少三百张 好了 小弟啊 不要去害人啊 我们人不能得罪人啊 不要以为在阳间做了暗示 害人家 不知道啊 终有一天会知道的 所以做人要凭良心啊 听得懂吗 滑不来啊 我跟你说啊 真的 还有一个79年 阳 蓝的 看什么 只能看一个 身体 身体 稍微当心点 腰 腰部 肠胃部 这段很不好 明白吗 还有什么呢 你如果觉得 你如果 你要叫我重新看 要花很多时间 你索性讲给我听 哪个部位 我帮你伸进去看看 危险不危险 看一下肝脏啊 附近的 数什么几几年 79年数羊的 没有太大问题 你的肝脏 是有点硬化 听得懂吗 肝脏有点硬化 没有大问题的 吃一点护肝瘾就可以了 好吧 不会 不会生癌症的 目前看没有东西 好吧 所以你们很多人 相信台长的话 他如果生了病了 他怀疑哪个部位 他们叫我看毒疼 直接就问 台长 我的肾当中 有没有一个囊种 我就直接看了 因为你要叫我说 看 大家都知道台长的 这个看得到 所以你叫我从头 看到底像那个老伯伯一样 要看很长时间的 你还不如告诉我 我帮你伸进去看 有没有癌细胞 病变 有没有 这个肿瘤很厉害 小弟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吧 师傅 要不帮我看一下 家里有没有灵性 谢谢 谢谢 你几几年啊 是你主人吗 你是主人吗 嗯 几几年 数什么的 八一 几 有啊 你挂了一串 不知道什么东西 挂了一串啊 一串 在阳台吗 对 铜钱 啊 挂了铜钱 对 把它拿掉吧 好吧 好的 好了 谢谢 好